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是不可以被批评跟质疑他的指示 那么我们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也看到一些西马的政治人物 因为碍于皇室的身份 他们不敢去讨讨这个课题 就是也不敢公开批评 就是秉持着一种做就是了 苏丹的指示我们就必须要执行 那么从这个雪舟这个路牌的这个风波 我们再倒回来看我们沙老月 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我们沙老月 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一面 就是过去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都有存在这个双语的路牌 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甚至我们不觉得说 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直到一些这个事情发生了 或者是说我们身边有一些 西马的朋友来的时候 他们发出那种惊叹声的时候 你们真的是有双语路牌的时候 我们才蒙心自问的时候 原来我们沙老月 真的是有这个开明跟包容的一面 是长期存在 而我们视为理所当然 但其实它并不是一定是理所当然存在的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理所当然了 之前我就有一个朋友呢 他是从西马过来的 那时候呢 他是第一次来到古静 所以呢我就是开车载他出去 所以一路上 他就很惊叹的就跟我说 你们有很多的双语路牌 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 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就是从小到大 都是在古静生活吧 就是我自己啦 所以可能我对这个双语路牌的一个现象呢 已经是视为理所当然了 所以就是当他在讲出这一番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不是理所当然了 是的 因为这个中文路牌即使在萨劳越 它的情况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地区一定是有中文路牌 比如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是算是萨劳越第二大城市的美里 它也并不是说每一条路都有中文路牌 我自己就曾经去看过 因为你知道像我的家乡是在施屋 施屋的话它的每一条路基都是有华文路名的 可是当我去到美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些地方 它就是一个马来文的名字 它也没有就是可能我们中文报在写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去翻译 所以这种情况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其实并不是必然存在着双语 比如在古境的巴达湾区 它有一些路牌 它可能是曾经有这个中文路名 可是因为可能一些路牌选坏还是什么的时候 它被更换了之后 这个中文路名就不存在了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讲在北市的范围 北市虽然是说大部分的人的想法 可能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非华族比较多聚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情况并不是如此 就是很多华人可能在 他也是属于住在这个北市广辖的范围 可是北市它也并不是每一条路都有这个中文路名 所以这个决策 中文路牌的决策 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行政方面 就是我们的行政的决策人 他是怎么样去看待 要犯这个中文路牌的这个决定 到底是要 可不可以提供中文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人口结构 当有一天我们的华人人口已经是不再是一个一个很多数的时候 那么这个中文路牌可能就是变成一种没有必要的 他们可以说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啊 那么在这个雪州苏丹这个下了指示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过了几天这个防务及地方政府部长 Julayda就说过去因为我们是没有规定这个路牌的 那么因为雪州苏丹指示了之后 防务及地方政府部会针对这个路牌的语言的应用 要做一个研究 就是将来要在全马统一用强化国文的地位 嗯 是 那其实呢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就有不少的这个沙越人就是开始担心 讲说我们这里的双语路牌有一天 会不会有一天啊 也是成为这个就是单这个语文的路牌 这样子啊 然后呢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就是沙越地方政府及防务部长沈贵贤 他就向大家来派定新丸 他说这个多种语文的路牌在沙越并不成问题的 因为沙越有多元的种族还有宗教信仰 人民呢一直都是很和谐的共处 所以类似就是发生在雪州的那种事件呢 是不会发生在本地的 他同时也是鼓励这些地方议会呢 在适合的地点要在这些路牌上 如果可以的话就加其他的语文像是达雅文 是我们当然是热见其成将来会有达雅文 或者甚至是彼达雅文的这个路牌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开明跟包容的 这个我们长期以来的这种这个和谐的画面 是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还会继续的有新周主编点新闻